哎 这哪来的长小孩呀 哎呀 这身上一股什么味 赶紧走啊 没影响我们做生意 哎 等一下 孩子 你饿吗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吃了这妈妈见过迷路了 阿姨 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 可以的 先进来吧 那先坐着 老公 你去给孩子点点吃的 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啊 好 别着急啊 阿姨已经给你妈妈打过电话了 妈妈一会就过来接你了 对啊阿姨 小宝 小宝 妈妈 没想到这个孩子的妈妈 竟是我大学的初恋 跑哪去了 你怎么乱跑呢 别把父亲爱意不让我开了生意 又跑回了生意 结果迷路了 谢谢你们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老公 你们认识 就是以前的老同学了 嗯 谢谢你们啊 我们先走了 哎 好嘞 谢谢啊 哎呦 真是什么妈什么孩子 身上的味道都一样 等一下 你这是怎么当妈的啊 你没看到孩子啊 刚才一直在挠 这衣服上 还有一股味 一看啊 就是你们家里的洗衣机没有清理造成的 还真是 我一直以为是天气潮湿的问题造成的呢 老公 你去把咱们新买的洗衣机清洁剂拿过来 来 这个清洁剂啊 你拿回去试试看 洗衣机啊 一定要定期的清洁 不然啊 不仅有异味 长时间穿啊 还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 如果你家的洗衣机超过三个月没有清洗 那里面的煤筋满重数量比马桶还多 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试试这款洗衣机清洁剂 就往洗衣机桶里一倒啊 按正常洗衣服的开关键 就可以把洗衣机残留的污渍细菌全部清洗出来 洗完之后 假脚死脚的污垢全部被瓦解排出了 衣服洗完再也没有难闻的味道了 怪不得你们的衣服上闻得都香香的 我回去游户上 嗯 谢谢你们啊 对了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在哪买的呀 会不会很贵啊 不会的 啊 点击投降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 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